近日2024花样游泳世界杯北京战比赛 正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 中国花样游泳队主教练张小欢 在集体自由自选项目赛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虽然目前中国花样游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放眼巴黎奥运会 中国队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觉得还有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而且面临现在的这种就是对手追赶的速度很快 然后对于新危急的把控 所有人都在学习 这种稳定的实力的这种格局并没有形成 虽然中国队在东华世界赛上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吧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我们要睁开眼睛 要看到我们真实的实力在哪 然后对手的这种 就是跟我们的实力悬殊差到底在哪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压力的 随着世界永连自2023年初实行花游新规则至今 花游赛场不复以往一枝独秀的局面 新规则带来新变化 为运动员带来新挑战 也是我们这个巴黎备战的过程中 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次实战的机会 特别是在这个比赛之前 我们的规则又再次进行了修改 无论是从难度动作的这个限制上 有了三次的这个限制 你每一种单个技术只能做三次 三次之后你就得更换另外一种技术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既要经历这个备赛 同时还要去根据新规则的修订 来修改我们参赛的这个动作 以符合这个新规则的变化 张小欢介绍 目前项目规则对动作的难度部分进行了限制 同时细化了艺术印象部分的评判标准 在这个新规则 我刚才说了难度的次数受到了限制之后 又给这个艺术印象的评判尺度 做了更加这个细的这个量化 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讲 我觉得我们又开始重新再去推敲 我们的艺术印象了 而且所有的衔接动作 所有的动作的编排 是不是每一串腿组合都有独创性 每一个衔接动作都与众不同 每一个你的这个动作的这个队形的变化 都有就是不一样的这种变化 我们又开始要针对新的进行修改 因为裁判的眼睛是特别特别的尖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对于评判的尺度 会越来越严重 张小欢表示 中国队目前有很强的危机感 还要给自身树立更高的标准 难度受限制了之后 需要更加复杂和更加全面的技术完成 那么这个对于中国队来讲 是我们的技术上的优势 但是对于体能的这个挑战 对于这个力量推举 尤其是技巧上面的挑战 对于单项 我们双人项目的挑战 依然是这个不可小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队依然有很强很强的危机感 我们后面有追兵 然后我们还要给自己树立更高的一个标准 张小欢一直以来的愿望 是通过花样游泳 让中国的美得到世界认可 张小欢对此表示 目前还在被认可的过程中 还需继续努力 在被认可的过程中 距离我心目当中 想要得到的这种认可 还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